我国历史上一共422位皇帝 有被百姓们称赞的明君 也有被百姓唾骂的昏君 还有在当时被骂 然后被后世赞扬的明君 在封建时代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一位贤民的君主 在这400多位皇帝中 又有哪些皇帝可称明君 哪位皇帝的贡献最大 哪位皇帝的封平最好 无论是多么贤明的帝王 也无法改变历史的趋势 最多也就是减缓浪潮的到来 就算是周文王和周武王 这样的贤明之君 他们所开创的周朝 也有分崩离析的那一天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乃是天下大势所趋 改朝换代是不可避免的 在乱世之中 能够力挽狂澜 将破碎的国家统一起来的 可称明君 自周朝皇室衰弱之后 天下各个诸侯 国权都自立为王 互相攻伐 这段时期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 这种混乱 一直持续了500多年 一直持续到秦始皇 以压倒性的国力 统一了六国 秦国统一六国之后 秦王嬴政自称 始皇帝他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 就算秦始皇没有其他的成就 他也足以轻始流明了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实行了书同文 车同轨 统一度两横的政策 让统一这件事深入人心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大一统王朝的皇帝 秦始皇已经霸占了千古一帝 这个名号两千多年 而且不管再过多久 这个名号也依然属于他 这是历史对开创者的奖励 对敢于争先之人的赞扬 在皇帝贡献排名这件事上 秦始皇排第二 谁敢排第一 而在秦始皇之后的下一位完成了 统一的帝王 是隋文帝养奸 为进南北朝时期 虽然不如春秋战国时期持续的时间长 但是隋文帝出兵统一南北朝时 中原大帝处在战乱中已经有三百多年了 隋文帝带兵收复南陈 标志着南北分裂时期的结束 隋文帝完成大一统之后 他的功绩也不输秦始皇隋扬帝研究的 三省六布置和科举制度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虽然隋朝也是二世而亡 但是隋朝的贡献 甚至比某些传承了一百多年的王朝还要多 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刻 因此隋文帝可排第二名 历史上贡献最少的统一王朝是晋朝 晋朝时发生了一件比较重大的事 史称五湖乱华 在五湖乱华时期 有许多少数民族涌入中原地区 多种文化的交汇必然会引发冲突 而这场冲突直接导致了西晋的灭亡 司马瑞建立东晋之后 偏安一遇 北方大片土地就让给了那些少数民族 在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中 占据最大一块地盘 后来还统一了北方的国家 是由拓拔鲜卑族建立的北魏 为了解决中原汉人与胡人之间的矛盾 北魏孝文帝实行了 孝文汉化 政策五湖乱华发生后 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不可避免 但是依然有一些人因此产生冲突 北魏孝文帝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鲜卑汉化 孝文帝颁布了一系列政策 极力融合鲜卑族与汉族 他甚至强制让鲜卑贵族学校汉语 要是汉语学不好 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后来孝文帝直接将都城迁到了河南洛阳 更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文化融合 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不可避免 与其花大力气抵制 不如从一开始便坦然接受 两个民族之间可以 取其精华 气气糟粕 谋求共同发展 这才是政界 孝文帝的民族汉化政策 对中华民族的文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孝文帝能排上第三名 而在孝文帝之后 还有一位皇帝对汉文化也很感兴趣 就是元朝的元氏 祖胡碧烈 胡碧烈一直就很喜欢汉文化 他手下还有一个金莲川幕府 这里全是为他出谋划策的汉人 胡碧烈正是靠着这群人的计策 才能击败自己的弟弟 夺得蒙古帝国大汉的位置 在此之后 胡碧烈也推行了一系列 促进猛汉融合的政策 同时遗留在中原大地上的女真人 也开始了与汉人的融合 这些政策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越来越强大 因此 胡碧烈可以排第四位 在保证了国家统一 民族和睦之后 就要开始抵御境外势力的入侵了 这种是从古至今未曾断绝 从秦汉时期的匈奴 再到隋唐时期的突厥 以及宋朝的契丹和女真 他们永远在觊觎着中原大地 而那些保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的皇帝 当然是明君 汉朝第七位皇帝 汉武帝刘彻 从他的妙号 无理便能看出来 他一定是一位喜欢动武的皇帝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汉武帝在位期间 向周边的少数民族 发动了数十场大型战争 让这些屡屡骚扰大汉边疆的湖人 不敢再靠近大汉 除了欺负这些小部族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 才是真正的大行动 在霍去兵的带领下 汉军将匈奴打到大漠以北 从此西域地区再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汉武帝觉得 只把匈奴赶远一些不太安全 后来又出兵 将匈奴赶到了欧洲地区 别看匈奴不是汉军的对手 他们对于那时候的欧洲人来说 是如同天兵天将一般的军队 欧洲人还给匈奴军队起了个名 叫上帝之鞭 汉武帝赶走了匈奴 收复了西域 还打通了丝绸之路 他的功绩如此超凡 为什么只能排在第五呢 汉武帝功劳确实大 但是汉朝的百姓们 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文景之志 中积攒的国力 被汉武帝一招便消耗殆尽 导致国内百姓民不聊生 各行各业百费待兴 因此汉武帝虽然有功 但是他的穷兵独武也算大过 汉武帝之后 再一次发生大面积国土丢失事件时 是在唐朝灭亡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 后进的石经堂将幽云十六州拱手让出 导致北方大片土地都暴露在敌军的眼皮子底下 这也直接导致了北宋南宋两朝的风雨 一直到元朝末年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将蒙古人赶回草原 一路北上将幽云十六州 以及辽东地区全部收复 北方的大面积国土 这才被收复 就连我们如今的首都北京也是那个时候才收回的 那时候的北京还算是边疆地区 后来朱棣夺了皇位之后 他将大明的都城从影天改为了自己的封地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由此还留下了明朝天子守国门的记录 朱元璋收复了离家数百年的幽云十六州 让汉人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可以排在第六名 在明朝之后的清朝 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战绩 但是康熙皇帝与俄国的雅克萨之战 确实是一场经典的战役 原本嚣张的沙俄 也在这次战争之后 不敢再靠近大清的边疆 这虽然是一场自卫反击战 但是这次战争的胜利依然很有意义 当时的沙俄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扩张 他们试图侵占大清在黑龙江流域的领土 而雅克萨之战的胜利 遏制了沙俄几十年的侵略行动 让东北边疆在一百多年内 再也没有发生过此类事件 康熙虽然打了很多仗 唯独这一战十分优秀 因此康熙排第七名 内忧外患全都解决以后 皇帝们就该想想 怎么让百姓们过得更好了 其实最有代表性的皇帝当属开创了 文景之志的汉文帝 汉文帝在登基之日 已经是西汉垂危之时 刘邦死前为大汉留下的基业 被吕智毁了个一干二净 如果没有一位明军指导 恐怕西汉危矣 就在这个时候 汉文帝站了出来 他以身作则 带头提倡节俭 朝中大臣们也纷纷学习 一时间朝中励志都好了不少 汉文帝还下令清姚伯父 让百姓们得以修养生息 使得西汉又一步步畅生起来了 后来的汉景帝也延续了汉文帝的政策 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文景之志 在汉文帝之后的另一位与民修养的皇帝 就是大唐贞观之志的开创者 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在位期间也是清姚伯父 令百姓们安居乐业 在李世民的治理下 唐朝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在李世民之后 紧接着便是唐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的开元盛世 并不比李世民差多少 李隆基早期的治国方略也很英明 唐玄宗对于赴税制度的修改 让后来的百姓们受益良多 在李隆基的治理下 唐朝再一次进入了国泰民安的时期 汉文帝虽然让百姓安居乐业 但是边疆战事却十分保守 导致大汉边疆出了问题 李世民虽然开创了大唐盛世 但是他这个皇位来得确实不光彩 唐玄宗虽然早期英明神武 但是他后来迷恋杨玉环 引发了安史之乱 成为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关键 因此他们只能排八九十了 这十位帝王 无意不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明君 虽然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 但这并不影响这些皇帝的伟大 当然历史上做出了贡献的 肯定也不止这十位 还有很多皇帝有着自己的功绩 也正是他们决定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走向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